學習是一生的課題 與姜老師一起上課 遇見更好的自己 姜老師上大師班 科學學習的好怎麼回事 謝謝 好主題 謝謝 蛤 大家我回來了 我在講白蝶 我現在現在人在哪 我在 北 義 大 充满艺术气息的雪上 今天就是要来干什么呢 要来拜访一位非常知名的钢琴教授范娇玉教授 听过她的音乐会 那个时候听完之后 整个被她圈粉到 不幸老师真的谈得超级好之外 大家可以去搜寻她 她的文章写得超棒 她会给我们很多音乐机器的文章 她了解非常多音乐相关的一些历史 还有故事内容 超棒的 所以今天就是要找范佳玉老师 那要谈什么曲子呢 就是要谈肖邦的第一号叙诗曲 这首曲子想必是非常多人 学习钢琴过程中就梦寐以求的作品 但是它的开头 就是让人觉得这么的难以诠释 就是希望范佳玉老师可以给我支援一点 精神的课程 GO 老师好 阿姨姜还是 老师好 老师你一直都好美 很高兴见到老师 是是是 那今天就麻烦老师 请 努力的鞭策我了 哈哈哈哈 鞭策你就是鞭策我自己 没有没有 因为很多事情要经过 提醒别人自己才发现 啊我什么东西自己没注意到 没有 你看老师讲话超有气质 不好意思 那我开始了 行 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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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甚至把节奏和和声放在一起 你了解这样的用意吗 弹在一起我们就没有那个压力 而且我们会知道说我们手一放下去就知道有一个好的比例 对不对 会知道旋律多少 也知道和声要有什么色彩或者是这种 会知道这边想要多小声去配合我们的伴奏 OK 那现在你知道 它的用意就是只想把它拍子挪过去而已 对 弦律 但它其实要的就是这个和声感 那如果我们把它变成然后弹完 对 我就是这样 OK 那气就不顺 对 就是把它挫开一排弹半奏 你可以控制任何你觉得想要多一点的和声 少一点的和声其实就是这样子 很自由的 好 所以从第一个刚刚这个Do我会觉得我会用我身体的重量 这样它又写着这个Pasant 然后再延伸出来 这个拿破裂就会有 直到这边那踏板就可以慢慢散掉 所以这边就开始写 简弱 然后 对 会听得出来 接下来好像透过这一句完毕 下一句的表情有一些改变 对不对 从一瞬间很激昂的 然后现在有点像是很困惑的 不知所措的 所以它在这个集深发来回 对不对 对 迂回一下 对 对不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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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手会久度跨不到吗 我只是问一下 这个可以 有黑键嘛 要按住 因为它的和声是 尤其是很特别的 打架的声音 对对 因为据说他一开始在写的时候 其实没有打算写这个降咪 他本来想说 据说这个是在德国版本后来 不敢这么写 因为他怕被乐评家批评 他有这个平行八度 所以他才八度 但是我觉得更好 对 掌握住 所以他在写上 好像好很多是不是 对对 好多的 老師這一串 像蕭邦不是會寫很多那種 就是在拍子內彈不完的東西嗎 是 葉子最常看見的 那我就覺得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把它彈得非常的所謂的蕭邦感覺 因為大家只要聽到這個就知道 這是蕭邦的作品 大家在練習的時候 有什麼樣子比較好的 一個方面是 蕭邦常常在他教學的時候 有告訴學生 你應該要把你的左手 彈得如同像是樂團的指揮 然後右手盡量盡情自然的去歌唱 如同歌手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那個左手的部分 就是一個很安穩的一個和聲進行 相對來說不會太大部分 被右手而去晃動到 上課的過程一直都跟學生說 你們不要整天都只在親房裡面 家裡練琴 多跑出去去歌劇院 聽當下當代最偉大的 所有的歌唱的女歌手男歌手 實際上他寫的這種說法 的確就是所謂的 女高音 就是我們現在R&B吧 是吧 是嗎 是嗎 老師不行了 所以其實我們右手就要幻想 是像當時那種歌劇裡面的女高音 唱的那種很柔美的那種 對 因為其實蕭邦的很多的旋律線 他剛開始的很多的起源 也都是受到這些歌劇的想法 起發 他的和聲代表他這一個小姐的個性 因為本來是 他可以直接跳到後面小姐 好 那就是在這邊有轉折了 再多了這麼的四小姐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他很聰明寫了一個 不尋常的漸慢 但是是漸長 所以這個和聲就會比較有力 然後節奏帶過來 所以可能這個東西就不要太小喔 所以 所以你就會把歌劇有個力量對不對 所以 哇 為什麼要練 不是 我只是在這邊臉爆 然後你就會很自然而然帶到這個 旋律的起源 我們的起源就是 欸 對耶 就是撐住我氣還在 搖上我 搖上我 搖淚 對 這樣好多了 對 這樣好多了 對 然後但是有些人在彈這邊的話 就會一瞬間 因為好像覺得很緊湊 我會變得比較壓 比較扁 我們應該想它像是一個海 波浪的感覺 這邊 特別沒有記載 踏板的地方 可以思考它的原因 知道所有的這些踏板 都是別人來寫的 對 也不代表說沒寫的就代表不踩 不過我覺得這個地方不踩的啊 它會有一種比較有決心 甚至 喔 比較果斷一點 對 喔 它會換一個語氣 就好像聽起來都差不多 這樣 老師你彈琴好猛喔 就是你彈完之後 我都會覺得我瞬間 變成一陣煙這樣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細看一下 上面的踏板的記號 因為有時候是 真的沒有注意 就會把一樣的東西 就落於一個俗套 對 就是沒有想到 是 那老師我從這裡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會發現到第一次 當然是整個最浩瀚的 對 音樂最大 幫我們手跟洗手 然後 好像在發一個式這樣子 我愛你 第二次的音樂其實是往下走咯 所以動彈一樣的 所以它的語氣是稍微 沒那麼堅定 對 聽起來就好像 的確好像不太那麼一樣 當然也真的暗示到 它最後接下來的改變了 就真的比較 對 山盟海誓就過去了 所以你可以再試試看 這個東西的 實際上寫出來的 聽覺的效果 山盟海誓 有福多多 對 對 你不覺得很巧妙嗎 從剛剛 然後到剛剛 啪 摩 然後偷偷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 就告訴你第二主題 接過來了 很聰明的一個地方 對 謝謝老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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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老師講得超級棒 因為我覺得老師 他會常常用作曲家的角度 去了解這個曲子 然後我覺得我們彈琴 常常根本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寫 我們會知道說 這裡帶了這裡小聲 可是為什麼 我們沒有去探究 我覺得是老師念超多書 然後你更了解作曲家的這個個性 然後去從他的所有的人生中 去探討這個作品 就有給我很多很不一樣的建議 超級強的 老師真的好厲害喔 真的名不虛喘 因為大家都知道 老師是教出超多厲害的學生 所以我今天來是抱著超大的壓力 好的 謝謝老師給我們這麼多建議 謝謝老師 第四季的主題曲 謝謝 謝謝 有 欸 素顏有閒 虧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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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虧 好 好 謝謝